你們可以看在其他國家地區 每個政黨、每個團體、每個公司 都會做自己的民調 那這意味著什麼呢 他們都會用自己的方式去採樣、抽樣 用自己的設計的問題 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那其實這樣的一種民調 在國外的經驗顯示 它的公正性是受到很大的質疑了 這個東西已經有很多學者、專家的說法了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有關單位要考慮到一個社會觀感的問題是說 民調呢 它是可以做一個參考 但是如果民調它變成一個唯一的 這個施政的一個標準的話 就會出現很大的爭議了 因為我們知道民調的進行方式 它這個牽涉到很多細節 那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一般民調它都會先設定好問題 那這種所謂的結構式的訪談 半結構、結構性的訪談呢 也就是說先把一些基本的問題設定在一個範圍內 那這樣的一種民調呢 是不是能夠得到不同的意見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牽涉到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 在沒有釐清這個修法的動機 修法的原理、理念的情況之下呢 不要說這個一般民眾 連這個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他們都不太清楚這個方向跟背景的話 那這樣的民調是不是會有效 用這些問題 非常專業的問題 牽涉到非常法律層面的問題 非常具體的法律的一些條文呢 去詢問一般的民眾 這樣得出的結果呢 是不是有效 那這樣的結果 是不是能夠拿來作為一個參考 甚至是修法的一個依據